美国亚特兰大机场今天发生枪响引发了乘客的恐慌 从画面上您可以看到这里是在美国的亚特兰大机场内 现在是一片混乱 旅客当时听到枪响之后大声尖叫拔腿狂奔 还有旅客逃到外面的停机棚避难 以为是发生了枪击事件 不过后续机场官方证实 是一名乘客通过安检的时候被发现行李当中有武器 而这时候枪支意外走火也引发混乱 而这起意外导致三人受伤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枪支是属于乘客还是机场人员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